罕见 美军B-1B轰炸机十年后再次部署关岛 外媒报道称 6号一批B-1B轰炸机进驻了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取代原先部署在这里的B-52轰炸机 而此前一天 美军两架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 悄悄地降落在了冲绳驻日美军家首那基地 无独有偶 2号美国空军还宣布 被赋予厚望的第五代战机F-35的空军版F-35A 以出具作战能力 整个战队可以实施对立支援 空中拦截以及摧毁防空系统任务 与此同时 F-35A的部署计划也是随之而来 外媒报道说 这款战机首先会在美国国内进行演习 然后进行海外部署 首个F-35A战机飞行队 将在明年1月部署到驻日美军基地 报道还称 美国最近还在菲律宾部署的 5架A-10雷电2空击机 和4架EA-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并正在与澳大利亚协商部署远程轰炸机 虽然美国对这一系列动作 都一概宣称是为了保护盟友 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 但外媒突然认为 美军在中国周边的密集部署 显然是为了应对中国战机 巡航南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